大家好 今天我們GSU UKHOLMS 同大家來到BRISTOL附近 一個TOWN叫YASE 看一宗新樓盤叫Lardingarden Village 發展商是David Wilson Homes 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距離Bristol大概20分鐘的車程左右 我們那個位置是叫做Gloucestershire 是他南邊來的 大概40分鐘的車程就可以去到Gloucester 今天看樓盤有4個發展商 包括我們今天要看的David Wilson Homes 和旁邊的Barratt Homes 另外也有Bellway和Taylor Wimpy 我們看到前面一個很漂亮的公園 有小朋友在玩 除了拉丁Garden Village之外 我們在Bristol也有另一個發展商在合作 這一個是Brooklands Park 發展商是Crest Nicholson 這個屋苑已經是不少單位入了火 現在主要是有House在放賣 是一個BS34的區 Stoke Gifford這個位置 除了這一個Brooklands Park之外 在隔壁也有一個叫做High Brookville的屋苑 也有一個叫做Hive Brookville的屋苑 也是Crest Nicholson的發展商 現在放賣的主要是4房和5房 比較大些的單位 這個地方比Brooklands Park更加開揚 我們遲下也有影片介紹這兩個屋苑 大家可以留意我們的頻道 另外在Bristol向西南走大概20分鐘車程 就會來到一個叫Nelsy的地方 有個新屋苑叫Parisbrook 現在這一刻在購買的是三房和四房單位 遲下也會有兩房單位放售 發展商是Barratt 一個都相當寧靜的住宅區 我們也有影片介紹這個屋苑 大家可以留意我們的頻道和下面的連結 除此之外大家如果考慮得Bristol 應該都聽過Barth這個地方 在Barth向東走大概20多分鐘的車程 就會來到一個叫Melsham的區 這個屋苑基本上已經賣光了 但是現在有一個示範單位放出來的 一個的四房示範單位 三層高 因為這個屋苑已經是 除了這個單位已經賣光了 所以這個單位在網上看不到 可以說是暗盤 大家也可以有興趣的話 跟我們聯絡了 我們也有影片介紹這個單位 了解了Bristol和附近有些什麼的屋苑和單位放售之後 我們就回到拉丁加頓Village 今天我們會看一個三層高四房單位 那這個呎數是1349呎 那這個是准現樓 那由於今天我們進不到去的關係 那我們都去隔離那個屋苑 那去看一個示範單位 那給大家看一下究竟這個單位 適不適合大家 那我們看看這個Basewater的示範單位 獨立屋來的 一個四房動立屋 那是1349呎 三層高 地下一樓二樓 那有少少不同的 那這個的示範單位 它的外像是stone 但是在放賣的那個是紅磚來的 那這個單位已經是 這個示範單位 本身已經賣了 這個呢 這些傢伙都還在這裡 那我們先看下樓下的廳 那廳呢 那廳呢 那是16呎1 乘回10呎10 那是 那是 這邊有大的窗 那這個窗呢 那這個窗呢 都是有 可以說是 三個不同的方向 那所以可以把那些風啊 那些融光 在不同方向那樣帶進來 那都幾好這個 那這個 現在要在這裡放一張L自形 梳化啦 要放一張Armcheck 如果這個位置 不放在鏡頭 或者電視的話 都OK的 那這個廳的size 如果是在1加4口 或者5口的話 那其實都坐得幾舒服一下 那如果它這個位置 對了 關門呢 那就會更完美一點 接著在這個樓下WC 雖然這個示範單位是沒有窗的 但實際上在正正前面的畫上 在這個放在這個單位是有窗的 這邊有一個Storage 就是藏在這個樓梯底的位置 然後到廚房 廚房就是1876 x 1271 這是一個升級了的廚房 看廚房補充一點 現在放在這個單位有一個向南的花園 還有一個車房 雪櫃和一個Wine Cooler 那這個升盤是單高的 不過都夠深 那這個洗碗碟機 不是應該是洗衣機就放在這裡 洗碗碟機就是這個 那這個Dish Wash的感覺上好像偏小了少少 對這個四房單位來算 沒有一個utility room 就可能差少少了 那這個就是這個 那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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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來計都比較喜歡L字形的廚房 比較省位 桌子其實可以伸大一點 可以變成一張8人甚至10人桌子 然後我們就上樓上 看看圖則 現在放賣的單位 每一層的樓梯都有窗 一樓有三間房和一個Family bathroom 先看看這間房間 這間是Bedroom 4 尺寸是901X1271 但就算是Bedroom 4的尺寸也蠻大 這邊也夠位置可以做一個入場櫃 大個窗 還有三邊落到床完全沒有問題 這間是雙人房 應該是全部的房都是雙人房 他的隔離 就是Bedroom 2 Bedroom 2是9呎1X17呎6 大家見到 放了兩張單人床 這邊依然是有位置可以做個入場櫃 所以他全部房都幾大 最大間房我們最後才看 最樓上那裏 當然大家不一定要放兩張單人床 如果放一張雙人床的話 其實旁邊兩邊還有很多位置 只可以放書桌之類的東西 然後就這麽就是Bedroom 3 更大畫面是11、11層7 的看來好像不好大 因為這段後面就會收上衣櫃 那收上衣櫃座,那個位置 整間房間都有小很多 那窗的比例但都不算是小的 那當然是可以放了Sch Bueno 那床上間也有位置 可以製造書桌和一個櫃 這間房都算是寬鬆的位置 接著就到這個farm的bathroom 這個bathroom是給三間房間的人使用 有個羅勒金架 應該都未必夠三個大房的人使用 可能都要 有些毛巾可能都要放在自己的房間 那它這一種的單位 farm的bathroom都會有shout over bath的 都有窗的 還有窗台可以製作東西 窗台不是很大的 還有洗澡房當然會有抽氣線 看完一樓之後呢 一樓那個的 Landing 櫃都不算沙位的 然後就上樓上 這個的master bedroom 就算是一樓了 master bedroom我喜歡的位置 起碼它這個Landing的位置 是有門的 所以 隔離這個Storage 大家 在樓下 睡的人 不需要 進入了 進入了 主人房 才進入到它的Storage 那是有兩隻 應該是三隻窗 計算是廁所的話 一個大的Skylight 中間擺了一張大床 旁邊是非常多位置 那這個的 那這個的 bedroom 1 那是 1976 乘回11尺4 那這邊還有一個dressing area 還有這邊有dorm window 那我個人來說都很喜歡 一種的房子 是用盡了整個屋的深度 變了 兩邊的窗 打對 這樣 令到那些光線 那通風也是非常之好的 然後呢 這裏就有個 En suite Show room 那是 這隻窗門 Size 都ok的 不過呢 那因為 它應該是沒有一個cylinder 所以樓上就用電熱水爐 那上面就很多位置可以擠東西啦 那大家要留意的 現在放在經過的單位 這個廁所未必會有窗的 那這個Skylight 都可以帶到很多光 進來這個房子裏面 那整體來講 如果大家 如果是想要四間房 而且全部四房都是大的話呢 那這個單位不錯的 那這個單位 在 在 拉丁加丁 Village 這個Bristol這個區 那這個放售價是450k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屋形的話 其實這個屋形是會有一個示範單位放售的 不過就不是bristow了 就是一個近著brighton的區 我們有影片介紹這個單位 大家可以看下面的連結 因為示範單位都比較搶手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快點跟我們聯絡 這個就是整個屋苑的master plan 我們先去解釋David Wilson Homes 這邊 其實下面這邊是第一至第三期 基本上已經賣光了 而這裏第四期和上面的第五期 基本上都是賣了大半或者賣光了 之後賣第六期就是上面這個位置 到最後就是第七期 其他黃色的那些呢 是另一個發展商 Tater Wimpy 橙色的是Belway 中間這些呢 是Barris來的 Barris的單位呢 我們也有另一條片去介紹 Sales Office是我們現在的左手邊 我們轉過來 另一個方向看看 現在起了樓的範圍 基本上已經是入住了 剛才也提過 這裏有 四個發展商 Davidson Homes Barris Belway 以及Tater Wimpy 我們一直 再向前走的話 轉去右邊 就是Belway的方向 這條路都算OK的 以新樓來計算的話 不算是早窄 都可以走到兩架車 在這裏有三間的中學 三間中學 都是GOOD的 評分 這邊都是Davidson Homes的 樓 這些就是 半獨立屋 這邊的條街就寬一點 起碼行人路兩邊行人路都幾寬 試試一下 這條路見到中間拍了 車 其實都應該 夠位行多兩架車 這邊是有巴士 進到這個位置 我們前面轉角 將會見到巴士站 看到這條街 都相當乾淨 那這邊呢 有些apartment 就在我們的 右手邊這裏 而正正我們前面這個位置 是會有一間的小學在這裏 還有一間托兒所 都在這個位置 至於巴士站 就是再向前一點 在我們的左手邊 就到的了 再向前一點 那也都會有一間的新的小超市 會開啦 所以整個位置 也都會非常之方便 那我們 左手邊的 都是 住宅的house 由這裏去 YACE的shopping center 都不遠的 開車的話幾分鐘就到的了 我們轉頭也都會和大家去看一看 那個 的 YACE的 YACE的town center 剛才提過的巴士站就在前面那裏來的了 這個巴士都可以去到YACE的town center裏面的 除了YACE之外呢 那其實這裏隔壁呢 也都有個的好靚的小攤 叫做chipping software 那大家有時間的話都可以過去看一看 又或者偶爾可以改那邊散布 其實那邊都好靚下的 那我們的左手邊就是更加多的apartment 那再前一點呢 也都有一些coach house 那 那巴士站就在我們的左手邊 有人在這裏等著各位 因為有人在這裏都不直接去拍住他 那那前面呢就是剛才所提過的 那些老人院的care homes 那我們正正對著的見到綠色旗仔那裏呢 那就是 巴士的位啦 巴士的apartment 那至於剛才所提過的那間小的超市呢 那正正在鏡頭的左手邊有支旗仔的位啦 那也都是 差不多起好可以就快開張的啦 那我們就到了yace的shopping center 在我們前面的呢 那就是這裏啦 那除了這裏之外呢 其實這裏裏裏裏呢 也都有一間大的 Tesco extra的 那還有一間 Morrisons 那所以 購物啦 買送方面 完全不用擔心的 那我們現在呢就在 shopping center 就是裏面這個位啦 那我們現在是比較晚一點點啦 那所以呢 那些店舖都關掉了 我們左邊呢 都有一間的 Weatherspoon 一間酒吧啦 那看來那些人呢 都是 沒有 大炒大辣的 那還有呢 都見到 其實那些店舖呢 都很乾淨的 沒有一些圖鴉呀 又或者有多 通地垃圾呀 那這樣啦 那所以這個社區 這個感覺是挺好的 其實都不少的店舖 我們一直向前走啦 轉左轉右 都有店舖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轉左啦 繼續向前走 那說回這個校網啦 其實 在一個樓盤裏面呢 最近中學都是0.5 那這個貓就到了 那整個YAS呢 有三間中學啦 全部都是GOOD 那小學方面 有11間小學 那除了一間之外呢 全部都是GOOD的 那所以基本上 入GOOD的學校的 機會就非常非常之大啦 那我們就來到 Shopping Center 另一個位 那這裏 搭火車呢 去到Bristol的話 都是 20分鐘就到了 那如果向北走的話 去Glosser 和去Chelton 大概都是 40分鐘左右啦 那Chelton可能大家都聽過啦 尤其是 找私校呀 找旅校的話啦 尤其是 那邊呢 也有一間非常之 出名的旅校的 那和去Glosser Chelton 這些方向呢 那都是去 Coswell的方向啦 Coswell也是一個 英國的旅遊熱點 那香港人 比較 可能少一點 認識 這個Coswell的地方啦 那但是 對於英國人來說 這個基本上是 他們一個 經常會去的 一個 放假在英國 散心的地方啦 好啦 那今次我們介紹 這個樓盤啦 還有 到這裡為止啦 希望大家 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歡迎大家 留言 Like 和Subscribe 我們Channel 如果大家 想透過英國 租樓 裝修 賣樓 甚至乎 賣樓 也都歡迎 隨時找我們 前面這間 就是 那間 診所 都幾大間 好啦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